诺贝尔经济学奖出路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宾森等三人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表彰他们研究社会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繁荣 罗宾森接受外媒访问时说 许多社会已成功转型包容性社会 例如台湾、韩国 另外针对中共治下的中国经济恶况 罗宾森举苏联的例子 他怀疑中国是否能在目前的专制政治体制下 保持经济繁荣 感谢观看